四十 万事之城累于拜中取经 拜而福尽落入无知 迎难而上得之聪慧 积经取华得成之道也 这个明道之言语告诉我们 所有社会上的一切事情之成功 基本上可以这样说 都是在挫折当中吸取教训 在失败当中取其经验 如果由于一次的失败 便不再进一步的去争取 退了下来 这种人就是一种无知俗人 无能之事 永远没有前途 迎难而上 遇到困难 不怕困难 想办法克服困难 坚决上去 这种人 就是聪慧之人 但迎难而上 要在不断的实践中 积累精华 取其优越之经验 那么 最后才能得到事业成就之果 有关的神明 有关的神明 不断的实践中 做甚至是 这种人 有关的实践中 都不断的实践中